山東一位年已七旬的法輪功學員被公安非法監控 公安強行向他徵收每天200元的監控費 家裡表示拿不出錢以後 公安近期又以不交監控費為名 再次綁架了老人 《法輪大法》明慧網5月2號報導 山東省濟南市立城區韓村 74歲的法輪功學員張富珍長期遭到公安監控 最近 公安又強制要求張富珍家人 每天出200元監控費 村裡也得出錢 作為費用給在門外監控他的人 據瞭解 張富珍曾在2017年外出張貼法輪功真相的不甘焦 被濟南市立夏區隆棟派出所警察非法綁架 2018年3月2號 張富珍的案件被移送到濟南立夏區法院 因老人出現重病狀態 案件沒有開庭 但公安一直沒有對張富珍解除監控 報導說 張富珍家裡表示拿不出錢 目前沒有關於張富珍老人進一步的消息 明慧網的報導說 這位老人曾去銀行取錢時 發現工作人員付給他2000元 而賬面上卻記錄存入2000元 為了避免給銀行和工作人員帶來損失 老人立即去銀行澄清 糾正了錯誤 上個月20號左右 公安以不交監控費為名 再次綁架了張富珍老人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政策博士葉科表示 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 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 政府都是老百姓納稅養活的 因此有義務保護納稅人的安全 何況法輪功學員只是堅持真、善人的信仰 對任何社會都是有好處的 報道說 張富珍曾去給監控他的人講理 那些人卻說 沒辦法 這是我們的工作 儘管中共當局一再聲稱依法治國 地方公安為什麼還會有這種違反法治的行為 也可表示 由此可見 中共迫害法輪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惡果 也可表示 由此可見 中共迫害法輪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惡果 張富珍被迫交金顧費並不是個案 原中國商務部辦公廳處長 法輪功學員張毅潔 2015年控告江澤民時 在訴狀中表示 張富珍被迫交金顧費並不是個案 自己家人曾被強行索要4,000元監控費 她被迫出走 湖南幼兒園女教師范麗英 2001年被關押在洗腦班迫害期間 被迫付給單位請來的加控人員監控費 及監控加班費1,200元 類似的現象在全中國多個省市的法輪功學員身上 普遍發生著 他們被迫支付的監控費 從每天幾元到幾百元不等